哈喽,大家好,我是Danny 其实我们环顾市面上的电单车 可能70-80%的电单车 或者90%的变样 都是用一个小简单的 叫做油箱油压心的damping rod的前叉配件 成本低很多 接着如果要比较漂亮的Toford 通常用了Catridge 如果用Catridge Ford 车架可能会大幅提升 现在和大家介绍一下 电单车Toford的基本设计 一个正Ford避震就是这样 有Ford脚有Ford深 当行车的时候撞到哄的时候 Ford就会走 因为本身这个Ford脚是注满了Ford油 Ford油大致上来到这个位置 压缩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升上去 避震伸直的时候油又降下去 但是油就会经过一些油洞 油洞就会提供一个阻力 大部份的电单车都是用钉把心来提供阻力 那钉把心在什么位置呢 就在Ford的Ford脚下面这个位置 钉把心这些孔的大小 因为油在这里穿过 这些孔的大小可以影响阻力的大小 现在看看曲线图 当油冲过去的时候 就是讲解这些孔的什么特性 举例这里是速度和阻力的曲线图 基本上我想讲清楚这个速度 是讲述避震行的这个速度 是撞到不同路面的凹凸的时候 避震行的速度 速度逐渐提升的时候 它因为这个特性 它是数学上 它的速度是double了的时候 它的阻力是增加了四倍的 它的阻力是提升得很急的 开始的时候 厂设计不同size的油压孔 很多时候作出一个取舍 所以它们偏向把油孔放得比较大 就是它高速的时候 它就不会锁死了 整个避震 就是油过不及了 会弹起 反而它就犧牲了低速汽油的表现 因为油过得太容易 完全没有阻力 变了你撞到一般小一点的桶 油过得太容易 就觉得是很浮的 然后在中间 它的表现就比较线性 其实有什么方法去改善 用这些简单设计的油压孔 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加一个PD挖脑 它就是基本上 安装在这个位置 安装了它下去之后 控制阻力 就不再用这些油孔 就改用这个挖脑 我们现在有一套Ford Upgrade Kit 它的Kit包含塔顶 即是可以改善preload 一套Linear 7.5磅的弹弓 还有PD挖脑 原装车的时候 油压的阻力由这个孔来控制 但是现在安装了挖脑 放在这里的时候 避震一缩的时候 油在这里进去 在这里升上来 就穿过这个挖脑 这个挖脑就提供油压的控制 现在这个挖脑 你看到的孔 还有这个是原装车 油压芯的孔的大小 低速的时候 在这个油压芯的角度 油过得太容易了 阻力是没有阻力的 很浮的 车的感觉 但是调转 这个挖脑 低速的时候是走这个孔 所以提供一个阻力 高速的时候 就开挖脑 当油压冲上去的时候 它可以再视乎 油压再开多一点 开少少 一路变的 是视乎油的速度 要多少个的时候 这个挖脑都要开的 可以一个无段去变的 就是随着压缩的速度 那方面 多一点有一个 少一点有一个 挖脑开多一点 开小一点 这样就造成这个 油压控制的效果 今次借来这辆S-Mess 车主都走了接近六万公里 有些部件都已经开始老化 车主都打算去保养一下前叉 最后都是宁愿加多少少钱 就换了今次介绍的 这套前叉升级件 这个是原装避震的 你看到它我们按下去的 头避震 它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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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它的回弹浮浮浮 都是比较柔软一点的 你看一下它 一下就一下 显然你要用力一点 它是硬一点的 就是没有这一辆 这样有这样摇动的 一按一下一下 它上得一下就是一下 我们今天 两辆车在这里 玩了半天 比较过 在这一辆车的 感觉上 它的避震 是真的比较柔定一点的 比我原装这辆 虽然我这辆很小米 很新车 这辆车是舒服一点的 但这辆车的头 表明是比较柔定一点的 快弯里面 还能支持得住一点 装了蛙脑之后 它是走蓝色这条曲线的 低避震走的速度的时候 因为它走小的油窗 它已经有很硬正的表现了 而随着避震的速度 一路增加的时候 因为它挖脑 任何速度 它都可以开得到 它这条曲线 都有很好的避震的表现 如果走油压窗 高避震速度的时候 它就 那些油过不及 就会成压跳起了 等于避震忽然间硬了 不懂得缩 这些Ford Kit 比很多不同的车款都有出的 Super 4 有NC700 750X PCX FORSA R25 R3 MT07 COWER 有隐者250 400 是吧